3点45分 是预赛欧洲区G组第四轮的一场较量 西班牙队主场对阵马其顿队 开场第五分钟 巴尔迪开出右侧角球 斯皮洛夫斯基得球后将球挑传到门前 维尔科斯基甩头攻门 德赫亚将球扑出 第22分钟 纳桥在禁区外围打门 被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挡出 莫拉塔跟上补射再次被扑出 歇日瓦再补射 被莫伊索夫挡出底线 第34分钟 西班牙取得领先 卡瓦哈尔右鲁下底船中 禁区内 维尔科斯基不慎将球顶入自家大门 西班牙1比0 第46分钟 比托洛将球横穿到门前 摩拉塔转身左脚推射 迪米特·列夫斯基将球扑出底线 第63分钟 西班牙库达比分 齐尔瓦禁区左路将球横敲 前点莫伊索夫用腿一挡 后点比托洛将球顶入网窝 西班牙2比0 第84分钟 西班牙锁定胜区 卡瓦哈尔右鲁船中 蒙利亚尔左脚直接射门 球直入网坡 西班牙3比0 第85分钟 西班牙再入一球 齐尔瓦突入禁区 将球横传 阿杜里斯跟上右脚推射破门 西班牙4比0 最终 西班牙主场4比0 大胜马基顿 哪期手机关注一笔分微信公众号 可以了解更多精准赛事推荐和热辣体育资讯